XAGA 日前到日本拍攝旅遊影片 他與團隊成員特別製作美食糾茶隊的系列影片 和大家分享日本五家超男子的連鎖地雷電 但卻一之意外遭到網友批評 認為他不尊重當地 對此XAGA也立馬下架影片 並述度和大家舉功道歉 不過近日卻有人發現 XAGA 默默將蓋系列中 嘉義男吃雞肉飯的影片下架了 似乎也是怕再引起爭議 望我們得知後 分分不滿表示 XAGA對日本的處理方式 是下架完立刻拍影片道歉 隔天還有道歉聲明 但對於嘉義的雞肉飯 卻只有下架影片完全沒有道歉 讓網友不是很理解 不過也有粉絲還假表示 XAGA只是把真心的影片下架 怕引起更多紛爭 大家不要過於放大解釋了 XAGA 1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